好的各位同学 那我们开始进入数列这个板块 那么应该说数列本身的话难度并不低 特别是可能如果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基础年级进行学习 无论是高级还是高 那么很多时候可能一些考试会出一些数列比较难的地步 那在我们的高考当中的话 数列它还是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就是它一般来说肯定会有到大题 然后呢小题有的时候呢也会考 当然现在的话这个数列的难度 再逐渐的下降 那么可能现在数列高考的难度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中等 偏上一点点啊 不会偏上很多 那么如果说再往前推的话 可能数列确实会比较的难啊 比如说坑神高考那附近那几年啊 我是08年高考 0607 0809 这几年的话可能数列就是横行天下 当然可能感觉被考烂了 然后就后面难度呢足不得还降 对吧 然后难题呢都往其他的模块去进一个倾斜 但如果是大家现在我刚才说了 在基础年级学习的话 如果你想比如考数列这种单元券啊 或者说它的期中期末考试呢 还是很多时候会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 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好好的嘛 来挑战一下 那我们这几个呢要讲的是等差等比数列的中和 那么同样这个地方也不会来讲任何的基本的知识 对吧 比如说等差数列是什么 等比数列是什么 我肯定不会输 对吧 你得有自己一个什么提前的预期啊 有一个基础 那我们这两次课就是综合一和综合案呢 将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关于这个等差等比数列的一些小题 那么这些小题的计算 其实主要会利用到我们一些非常好用的限制 那么可以很多时候怎么去做到一个秒题的一个状态 就基本上你看得到题目 可能不用动笔 你就能得到我们最后的答案 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等差数列的几条限制 那么第一条呢 就非常的简单了 就是AN等于AM加上N-M乘一个D 那么这个其实很多时候 它的主要作用会在意就是 比如它告诉你 A7等于20 听清楚啊 A7等于20 然后呢 A14等于48 所以 A7等于20 然后A14等于48 那么相应的这个公差D等于多少 或者它的通向公式等于多少呢 那么你就可以去用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简单的限制就是 A7和 A20 A7等于20 然后A14呢 等于什么 等于48 那么A7和A14之间是差了什么 差了七个公差 对吧 那么差七个公差的话 那么这个数值差的是多少呢 差的是28 那么就意味着七个D等于28 所以D呢 等于4 所以就是你可以很快的算出我们的D的值 那么算出D的值以后 这个地方呢 A1是不是也可以搞定了 A1搞定的话 那么这地方的通向是不是也就完全OK了 对吧 所以它主要的东西会在于什么 去算我们的公差 当然这个推起来非常简单 OK 来我们看第二个 好 第二个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用了三个非常 那么它会是我们很多小题秒题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性质 来我们看它说什么 就是如果P加Q等于M加N 那我们会有什么呢 我们会有这个AP加AQ等于AM加AN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它的下标相加相等 那么相应这个地方的相也是相加相等的 比如说A1加A10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A2加上A9 也会等于A3加A8 那么A4加A7 A5加A6也完全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你们在题目当中会看到 比如说告诉你A1等于多少 然后A11等于多少 对吧 然后又告诉你A6等于多少 或者告诉你A4等于多少 那么可能要去算什么 算一些相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很快的去得到一个解决 那么证明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AP是什么 A1加上P-1乘一个D 对吧 AQ呢 是A1加上Q-1乘一个D 那么AM呢 是A1加上M-1乘一个D AN呢 是A1加上N-1乘一个D OK 你来看一下 就是左边两个A1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P加Q-2个公差D 这左边的情况 那么右边呢 右边是两个A1 然后呢 M加上N-2个D 那么左右两边这个A1个数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公差D呢 由于P加Q等于M加N 所以公差D的个数也完全一样 对吧 所以证明推倒起来呢会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性质应用呢 我们需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这些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来问一下 就是A5等于A2加E3 你们觉得对吗 A5等于A2加E3 你们觉得对吗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虽然5等于2加3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这个P加Q等于M加N 它有个特点就是 都是两项 对吧 都是两项 所以你要保证两边的像数呢 是完全相等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保证两边的像数完全相等的话 这个等时关系呢应该对于我们什么 对于我们所有的等待数也都是完全成立的 如果是A5等于A2加E3 它会有一定的要求 A5是A1加4D A2呢是A1加D 对吧 A3呢是A1加2D 所以会得到A1加4D等于两倍A1加上3D 那么你去做个简单的推导 会得到A1和D相等 所以如果要满足A5等于A2加E3的话 它应该是我们的首相公差呢 要完全相等 对吧 那么显然这个要求有点高 对不对 OK 好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两边的像数呢 要完全一样 对吧 那么其实这方是两项相加相等 你也可以再往下做一个推广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P加Q加R等于M加N加L 那么这六个数呢全都是正整数 对吧 那么P加Q加R等于M加N加L的话 那么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AP加AQ加AR等于什么 等于AM加AN加AL 那么它比左右两边呢 像数都是三项 对啊 像数还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好 来下面一个简单的推论 是我们在前面是给大家讲过 在预期班的时候说 我们这地方是A等差中项 对吧 如果M和N相等 那么我们会有什么 我们会有RM等于P加Q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会有什么呢 会有两倍AM等于AP加AQ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的A1加上A7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两倍A4 那我们的A3加上一个A15呢 会等于两倍的A9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推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第三个呢 这个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稍微的记一下 就是等差数列A的前能向盒是SN 那么S2N-1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S2N-1代表的意思是我们前2N-1向盒 这个地方的特点非常突出是什么 它是基数向盒 对啊 基数向盒 那么这基数向盒会等于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这个前能向盒公式来写的话 应该是呢 应该是2分之A1加上A2N-1 乘以2N-1 注意 2分之A1加上A2N-1乘以2N-1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A1加A2N-1会等于什么 A1加上A2N-1会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等差中向 对吧 这个下标是1加2N-1会等于RN 那么所以它会等于两倍AN 那么它等于两倍AN以后 我们这地方就可以约到一个R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RN-1乘以一个AN 那么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记忆方法就是 我们如果是前基数向盒 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中间那一项乘以整个的项数 你想从A1到A2N-1总共什么 2N-1项 对吧 中间那一项是我们什么 AN 那么乘以一个项数2N-1就完全可以了 好 来我们来往后面继续看 就是我们来秒一些题 就这题目算起来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去太动笔 OK 就来 锻炼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答案哪一集 第一个答案哪一集 A1加A9等于我们的10 那么A5等一集 A1加A9不就是两倍A5吗 对吧 所以A5就等于5 你就不需要呢 你就不需要去带路我们的通向公式算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搞定了 对吧 好来看第二个 A3加A7等于10 A3等于5 A7等于13 那么D等于几 D等于几啊 A7比A3多了4公差 那么13-5等于8 所以4B等于8的话 D呢就等于2 对吧 那么来我们看A11等于几 A11怎么办 对 做这种题目很多时候 大家需要去关注的点是给你的条件 还有这方的问题 它的下标 对吧 你就要看这个下标是不是会有什么 会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方会涉及到3711 那么下标是一个等差数量 对不对 那么下标是个等差数量的话 3加11等于两倍的7 所以呢 这个地方怎么样 A3加A11等于两倍的A7 对吧 那么也就是5加上A11等于26 所以A11呢 等于21 对吧 所以可以很快搞定 好 那么S13等于几 S13的话 这个地方 它的计算方法呢 有很多啊 比如说 大家可能会很快想到 2分之A1加A13乘以13 但是你会发现 A1和A13呢 都不知道 对吧 那么怎么去算呢 来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地方 如果是前基数项核 对吧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像数乘以最中间那一项 那么这个地方总共13项 最重要的是谁啊 哎 你已经知道了 是A7 对吧 那么所以是13倍的A7 那么A7等于13 所以13倍A7就是一个169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大家注意啊 就是在这一块的话 A1加A13 乘以什么 13除以R 那么我们可以完全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下标 A加13是等于14的 那么3加11也等于14 对吧 所以A1加A13会和 A3加A11是相等 所以也可以往里面带路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点 就是大家以后看到 这个地方的前N向和 你可能说不单脑海当面浮现 A1加AN乘以N除以R 这是我们的前N向和 对吧 如果哪天给你个这样的 就是 听清楚 A4加上AN-4乘以N除以R 听说 A4加上AN-4乘以N除以R 那么这个会是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的前N向和吧 因为A4加AN-4呢 和A1 不对 2B的啊 应该是A4加AN-3乘以N 对吧 除以R 因为我们的A1加AN呢 和A4加AN-3是什么 是完全相等 对吧 下标相加是相等的 OK 所以就是你以后看到这种SN呢 就是不要什么 不要只想到说 哎 这个 对吧 这个代表前13向和 那么换一个 注意啊 所以以后大家对于这个 就是你看到这个设计 它也代表什么 前13向和 对吧 因为A4加A10 和A1加A13是完全相等 好 来 我们就往后面看 来 第三个 直接秒了吧 A3加A4加A5等于12 然后要求A1加到A7等于的话 那么怎么办 来 我们看就是 A3加A4加A5 那么这样一个条件 它是连续的三项相加 对吧 大家记住一点 很多时候 如果是连续的G数项相加 那么这个和往往会等于 这个总共的相数 乘以最中间那一项 对吧 推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A3加A5呢 等于两倍的A4 所以这方加完以后是 三倍A4等于12 所以A4等于4 那么现在的问题 也是要求A1加到A7 是连续这七项相加 对吧 那么它是不是也会等于 这个地方相数 加上最中间那一项呢 完全一样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什么 前七数项课 对吧 就是七倍A4 也就是我们的28 好 我给大家换一个 看清楚 来 如果这二题目的条件变成了 A2加A4加A6等于12 那么答案是多少 如果反应快速 我会发现这双答案就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一张虽然不是连续三项相加 但是它的下标R46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等差数列 它中间是隔了一项这样的相加 但它其实还是和我们这个A3加A4加A5呢 是完全一样 对吧 A2加A6等于什么 两倍的A4 所以呢 就是三倍A4等于12 所以A4呢 等于4 对不对 好 三万 第四个 第四个说 设S分是等它对A的倾向和 然后A12等于-8 S9等于-9 要求S16等于多少 这最大题目是看上去给大家的感觉会比较的难 对吧 这个地方的12呀 9啊 16啊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刚才有个朋友可能说 哎老师你刚才说 我们来就看下标 对吧 看下标呢 这个12 9 16 什么关系呢 9 12 16 又不是一个等材数列 对吧 这个地方没法玩 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 来 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讲两种方法 那么A种方法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麻烦 但是呢 你不用想太多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我需要稍微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里会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计算 的小技巧 对吧 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秒题 但是各位同学 我们这些技巧会的一些比较相对来说 看上去笨的方法 也不要忘记 你想 这个屏幕不是就是要求S16吗 对吧 那么我们对一个等材数来说 它比较关键的量是它的首相和公差 如果你能够把首相公差搞定 那么不管你是S16还是S100 是不是都能求 对吧 好 你要搞定首相公差的话是两个位之数 两个位之数就需要两个方程 那么有没有两个方程给你呢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 A12 对吧 也就是A1加上11D 等于什么 等于负8 这个呢 S9 S9不就是9倍的A1 然后加什么 2分之9乘以8 乘以一个D 然后等于负9 对吧 就是你要抱着这个心态 我不会计巧呢 或者说考人上想不起计巧的计算方法呢 没有关系 对吧 大不了就是计算一下不就行了 对吧 这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 这也是个二元一次方程 不就是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弩吗 对吧 就可以把A和D搞定了 OK 这是相对来说 看来比较笨的方法 但是很多时候呢 它没有什么太多速度上的难度 对吧 直接带公式就可以了 好 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巧的方法呢 大家记住一点 就是 如果给你的一个条件 是说它的前基数项核 等于某一个值 那么你可以快速的 把这个地方的条件 翻译成 我们某一项的值 我们在前面讲过 就是SRN仅仅会等于RN仅仅 乘以一个AN 就是基数项的核 会等于像素乘以中间的一项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S9会等于什么呢 S9会等于像素9 乘以中间的一项 是我们的A5 对吧 所以S9等于9倍的A5 9倍A5等于负9 所以A5呢 就等于负1 OK A5等于负1 然后A12等于负8 又知道 那么现在要求S16 S怎么算呢 S16怎么算 S16会等于A1 加上A16乘以16除以2 对吧 那么下标1加16 和这个地方的5加12 是完全相等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直接 A1加A16 等于我们的A5 加上A12 也就是负1 加上负8 也就是负9 对吧 所以负9乘以16 除以2 就是我们的负72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巧的方法 对吧 就是把这个条件呢 去翻译成我们什么 某一项的值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来看 这个 就是等下说这满足什么呢 满足A2加A4等于4 然后A7加A9等于负9 要求什么 要求我们对方S10的合 A2加A4等于4 你可以很快证明是谁啊 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能够练就这样的火焰机 你要A3等于R 对吧 这个呢 A8等于负2分之9 对吧 那么你搞定A3搞定A8以后 前10项合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A1加A10乘以10除以2 那么就是A1加A10和谁相呢 A1加A10和A3加A8相呢 也就是R加负2分之9 也就是负2分之5 负2分之5乘以10再除以2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负2分之25 对吧 还有这个 来你看到这个设置 应该不会陌生吧 我们刚才举的是A2加A4加A6 现在只不过变成了我们的A4加A6加A8加A10加A12 对吧 那么它会点什么呢 哎 手也这样相加 A4加A12等于2倍A8 A6加A10呢 2倍A8 所以呢 最后会是5倍A8 5倍A8等于120 那么A8呢 就等于24 对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 注意啊 我们现在有的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A8等于24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来算结果呢 怎么来算结果 就可能说给你的直观的感受是 哎 这边算A9-3密A11 那么A9要算 A11呢 也要算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A8等于24 这个A和D没发几啊 对不对 A和D没发几的话 你就不能够直接算出A9和A11到底等于多少 那么难道说我算不出A9和A11等于多少 这个题就没法多了吗 记住 但凡遇到这种题目 首先不要去怀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条件 什么 条件给少了 对吧 那么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A8等于24 所以呢 A1加上7D等于24 对吧 那么这种题目大多情况下 你都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A9和A11往里面带录 那么带录完以后呢 带录完以后我们去把它 去把它给化解 然后最后一定会出现A1加7D这个整体 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一定会出现A1加7D的整体 对吧 A9是A1加8D A11呢 是A1加上10个D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地方乘一个3 对方怎么 再乘个3 是不是可以 那么上面会是个3倍A1加24个D 那么3倍A1加24个D呢 减去这边的A1再减去10个D呢 就是什么 就是2倍A1加14个D 那么上面可以提出一个R来 那么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三分之二乘一个A1加7D 那么A1加7D呢 等于24 所以三分之二乘以24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A16 对吧 好 来继续往后面看啊 后面呢我们加快一下这个速度 如果一个等差是前三样核是三次 后三样核是146 它的所有项的核呢是390 那么问这个数据的项数多少 那么你要求这个项数的话 你就要想这个项数N会出现在每个表格式当中 所以它一定并且肯定只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什么 A所有项的核 对吧 390里面 所以你要算这方项数的话 一定是拿这个所有项核390去的 列方程 对吧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A1加上AN 然后乘以N除以2等于390 那么你想要求的最后在这 那么关键是要算这个整体 对吧 就这时候就千万不要去想说 我把A1和AN都算出来 一定是算整体 然后题目就告诉你说 前三项核是34 后三项核是146 对吧 也就是A1加上A2加A3等于34 然后AN加上AN-1加上AN-2呢 等于146 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怎么样 就把它相加 这个对应相加 他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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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圆圈是完全相等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左边一加的话 会是三倍的A加AN 那么右边是34加146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1.8 对吧 那么所以你会得到这个A加AN呢 等于多少 A加AN的话等于60 那么再到这个里面上来的话 就是N等于13 对吧 好 来看这个 第八题 2.2有难度 所以第八题是真有难度 第八题如果我们有据说的话 是一道北约的自主造成体 就成年北约自主造成体 他说这方关于X的方程 X平方减X加A 和X平方减X加B的等于0 他的四个根可以组成一个首项为四分的1的等差数列 问A加B等于多少 怎么办 就是这个地方会涉及到这有方程的根 那么最后地方要取得A加B呢 这个AB其实会是这个方程的什么 系数 那么一边是方程的根 一边是我们的方程的系数 那么根系数 根系数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哎 可能我想到A会有什么 根系数的关系 对吧 就是我们的伟大定理 而且你有发现吗 就是这个地方二次相 而一次相系数呢 永远都是负一 对吧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方程来说呢 它两根支合是相当等于1的 那么对于这个方程来说呢 两根支合也是相当等于1的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四个根组成一个首项为四分的1的等差数列 你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这四根你怎么摆放 对吧 比如说它两根是X1X2 它是X3X4 那么你这个地方X1X2X3X4怎么往这个上面去放呢 嗯 往上面去放 而且还要满足条件是X1X2和X3X4呢 是完全相等并且都等于1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一个数列的什么 四项 那么要满足是某两项成家等于另外剩下两项 那么只能是怎么放 只能是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方程的根在哪 在第一项和第四项 对吧 另外方程的根呢 在第二项和第三项 对不对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四分之一 然后这两个相较等于1 所以这是四分之三 对吧 然后这方假设X这方假设Y 那么XY怎么求呢 X加Y是等于1的 那么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个方程呢 所以这是个短差数列 对吧 那么这是第一项 这是第四项 第一项是四分之一 第二 第四项是四分之三 所以这个地方中间差了几项 差几个公差 第一项和第四项呢 是差了三公差 所以3D等于四分之三 减四分之一 也就是二分之一 对吧 所以D等于六分之一 好 D等于六分之一的话 那么第三项减第二项就是Y减X 对吧 就等于六分之一 那么解方程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两个一加会得到RY等于六分之七 所以呢 Y等于十二分之七 那么他减他会得到X呢 等于十二分之五 OK 所以就是这两个方程 一个方程的根是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 另外一个根是十二分之五和十二分之七 对吧 然后AB分别是这个地方的两根之七 那么算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的话 就是十六分之三 那么十二分之七乘以十二分之五呢 就是一百次四分之三十五 对吧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十六分之三 加一百四四分之三十五 等于什么 二十七 加上三十五等于一百四四分之六十二 对吧 那么除一下就会得到是七十二分之三十一 对不对 OK 好我们来看这一方后面的限制 来 这个地方第四个是说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其实前面已经用到过了 在我们等差数列中 如果等距离的取落干项 也能够构成什么 等差数列 那么这个地方强调一个点在意 就是等距离的取落干项 那么所谓的等距离取落干项 就是我们这方的下标会是什么呢 等差数列 对吧 比如说A2 A4 A6 A8 A10 A12 A14 A16 一直往后 你把它的偶数上取出来的话 它下标之间相差为2 那么这个地方它会是什么呢 会是个等差数列 对吧 那么同理我们的A1 A3 A5 A7 A9 A11 A13 A15 A17 A19 往后把几个上取出来也是个等差数列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A1 A4 A7 A10 A13 A16 A19 A22 那么这样取出来你会发现 A4 A7 A10 A13 A16 A19 A22 这也是一个等距离的情况 对吧 当然你这个地方我们的手上也并不一定说要是A1 对不对 比如说A5 A10 A15 A20 A25 A30 A35 你如果把这些都取出来的话 那么相应的它也是一个等距离 就是5 10 15 20 25 30 35 对吧 它也是个等距离的概念 那么它是不是也是个等差数列 对不对 好 就如果你把这些都取出来以后呢 像我们这个一些等差数列的性质 我们是完全对它们的数据是适用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练到的题目就是 A2加A4加A6加A8 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等了吗 中间那一下 OK 那么将近它的公差呢 是什么 是MD 对啊 这个M是这个下不到的距离 对 M是下不到的距离 对吧 它的公差是MD 好 第五个啊 比较重要 第五个是说等差数据的N向核 也构成一个等差数据 那么地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 就是什么叫做N向核 我们前面讲过前N向核 那么所谓的前N向核 就是从A1一直加什么 加到AN 对吧 这是前N向核 那么如果从A1一直加到我们的A2呢 这是前RN向核 那么这个地方叫N向核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从第一项开始选取 对吧 然后A1一直加到AN 这是一个N向 对不对 然后AN加1一直加到A2N 这又是另外一个N向 对吧 你想N加1到2N的话是总共N向 那么把这N向加起来呢 又是一个N向核 那么接下来一个N向核是谁呢 是A2N加1一直加到A3N 对吧 所以这又是一个N向 所以你会发现 这地方从第一项开始 第一个N向核 第二个N向核 第三个N向核 对吧 那么把这N向核你加在一起 那么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新的树立 对吧 第一个N向核是第一项 第二个N向核是第二项 第三个N向核是第三项 那么这个树立呢 也会是一个等差树立 那么如果要去描述就是这样的 就是SN 要看清楚啊 这个地方是S2N-SN 这个地方很容易和这个搞混淆 就是SN S2N S3N 对 这个并不是等差树立 这个N向核 N向核才是等差树立 对吧 你想S2N-SN就是我们的前 RN向核减去前 N向核就是什么 就是从N加1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RN 对吧 好 那么它会是等差树立 那么它的公差是多少呢 公差是N方D 那么这个结论 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去记啊 N方D可以不用去记 你其实主要是记住 就是我们这样会构成一个等差树立 那么很多时候呢 就会比较好用 对吧 这个N是可以任意取的 注意 N是可以任意取的 比如说录你N取1 那你会发现有什么效果呢 N取1的话就是S1 S2-S1 S3-S2 对吧 S4-S3 不就是我们的A1 A2 A3A4吗 如果N取2呢 N取2的话就是S2 然后S4-S2 S6-S4 S8-S6 对吧 S2是A1加A2 S4-S2呢 就是A3加A4 S6-S4呢 就是A5加A6 对吧 S8-S6呢 就是A7加A8 对吧 就是两项两项核 还是个等差数理 是A7-S3 4-S6